憨鴨 你几岁了 还套着小鸭鸭游泳圈 是怕淹死吗 还有啊 你没事从外面捡了那么多鸭子 是要开博物馆吗 哪有啊 我也是被你害的啊 与我何干啊 你知道吗 两周前 我和同学在玩踢踢游戏 我接触我最喜爱的那只黄色小鸭 没想到 被大头一脚踢出去 跳到一楼 又刚好遇到幼儿园放学 我的小鸭鸭 不知道是被哪一个小屁孩捡走了 哎呦 那是我最喜欢的小鸭鸭耶 我还特别用蜡笔 把翅膀涂成绿色的 我被小屁孩捡走了 那该怎么办 去训导出报仪式吧 是什么东西掉了 是一只鸭 什么鸭 老师问是什么什么鸭 什么什么鸭 OK 是什么什么鸭 什么鸭 对就是什么什么鸭 那是什么颜色 是黄色 还有加了一点绿色 还有橘色 好像又有橘色 又混到白色 好够了够了 是谁在外面 是 是 是 就洛宁果啊 那位洛大作家的小儿子 又是这个小鬼 上一回钓了一头猪 这回丢了鸭 对了 你们有看过小儿子这本书吗 训导出报告 四年一班洛宁谷同学 请到训导出报道 这个鸭子 这是不是你丢掉的那一只鸭 不是 训导出报告 洛宁谷同学 请到训导出报道 完蛋了 不是 训导出报告 洛宁谷同学 请到训导出报道 呃 不是 不是 训导出报告 洛宁谷同学 请到训导出报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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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老师 这只是活的 别跑 装死他你 听到我 老师 这只不是鸭 是鹅 你没听过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吗 你的鸭子遗失了这么久 算一算时间也该变天鹅咯 太好笑了 也太好笑了吧 既然都不是你钓的鸭 你干嘛全带回家呢 都是你啦 你都在书里面一直写我喜欢捡破烂 难怪老师把我看成捡破烂的 大家不要的东西都给我带回家 哎呦 应该说啊 你老师是仰慕我的书 特别关照你啦 谁才怪 阿宁古 去哪处打电话来 要你明天去失误招领 哎呦 怎么办啦 爸比 你去跟老师说啦 我连做梦都被一堆鸭子追上 我不要鸭子了啦 喂 两位美白先生 还在泡汤 我今天煮了霸王食谷 将我鸭 都要冷了 好了好了 来来来来 救命啊 不要再让我听到鸭 救命啊 鸭子 救命啊 救命啊